6月12日,欧委会发布了关于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的出财披露 以对进口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反补贴税 这一调查,网顾事实,漠视规则,预设结果 实际是将调查工作武器化,政治化 打着公平竞争的名义,破坏公平竞争 对此,我们坚决反对 实践充分证明,短视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是出路 温室里的花朵是经不起风雨的 欧盟对自华进口电动汽车加征关税 不仅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也将阻碍欧盟企业长远健康发展 还将扰乱和扭曲包括欧盟在内的全球汽车产业链和供应链 不仅损害了欧盟消费者自身利益 加重欧盟化石能源对外依赖 也将破坏欧盟自身绿色低碳转型进程 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局 中国积极支持各国汽车企业公平参与竞争 维护全球汽车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 我们希望欧方深思慎行 尊重基本经济规律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听取欧盟企业界的呼吁 尽快纠正错误做法 尽快回到开放合作和绿色发展的正道上来 by bwd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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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